大家早安 那今天5月3日礼拜五 是一个非常好的小周末 为什么 台股的一个指数来到新高 8175 不管是今年度的高点 80089 我之前说过80089一过 去年度的高点 8170就会过 所以今天指数来到8175 相当漂亮的多头行情架构 所以盘的一个多头 既然一再的被驱递 那盘的一个压回过程当中 当然可以买股票 这是一个重点 不要低的时候 不敢买 涨又不敢买 人家说 第一怕死 半怕败 这样贪不到钱 那这一盘 如果有压回的过程当中 什么样的一个机优性个股 可以操作 既然指标性的股票 给各位做参考 3658的汉维克股王 创新高之后 当然不用追 回档修正 来到一个支撑性的位置 这一档汉维克股王 可以买 要注意 那另外的大力光也是一样 上个礼拜 来到681 我说过支撑在675 那675没有跌破 所以681那天是一个漂亮的买点 那短线上已经涨了一百多块钱 那短线上格局 我也不会告诉会员 或是投资朋友 你去追高点 那压回过程当中 大力光找支撑性的买点 好不好 那另外一档指标性的股票 245是联马克 今天有利空 对不对 爆发联马克的一个大陆的总经理 涉嫌内线交易 因为联马克之前跟陈欣合并嘛 那知道这个消息人相当多 那这个内线交易出来的情况 你可以看到联马克其实今天股价不跌 有利空还不跌 所以联马克今天 最高点368平行高 所以在联马克的一个MT6589的一个晶片 号称不会让平板电脑断线一个 非常高功率的晶片情况之下 在遇到这样的利空 你可以看到价值型的投资八大要素 基本面以及所谓筹马面的一个稳定度 让联马克今天股价还能利空不跌 所以这档联马克记住 之前已经形成一个W的底部 所以如果还空守者 之前都没有赚到联马克 这档机会性个股的一个 投资面的一个利润的一个钱 压回过程当中还是早买点 这今天在大粉丝度创新高 给你投资面的一个操作经历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物的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谨慎评估并支付投资风险